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這裏是九龍公園 最近這個八角亭裏的噴水池 它噴下了水 清理一下湖 這個動作是絕對正確的 這個比一個外面的太陽 有一個直接殺菌的機會 令我感覺不舒服的 不是這個他們的工作 而是這個設計 因爲這裏噴水池離開人群 實在太近了 尤其是那些人不其意會住足旁觀 那你會發覺 當他們離開這個水池這麽近的時候 而這個水池呢 而這個水池呢 那個泵 OK 就會由這些淺水 這些水呢 泵上去空氣之中 那這個泵呢 會升高至 我量過一下 一個差不多到樹頂 那這個樹頂究竟有多高呢 我以估計 大波它 估計呢 是有三眼尺度 當水點被風吹覆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說呢 假如這隻水點 是carry了很多細菌的話 或者是單細胞動物 那這些動物呢 會循著這個水點呢 進入了我們的肺部 眼部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 根本呢 就不知道什麽叫做危險 那麼 家長呢 亦都未必見得 真的這麽清楚的 你可以看到 這個水呢 水底的污糟程度 是相當嚴重的 這個是與生俱雷的 不只是因爲 它九龍公園是這樣 基本上 這隻噴水池 近人群的噴水池 是 即是 在我來講 是要不得的 原因就是這一點 那這個很淺言意見 不需要我再加以敘述 當你由九龍公園 已經覺得微風忽變的時候 天天水電打來 最好稍微小心點看一下 究竟它的來源 來自於哪裏 不要某某言 帶你那些 未成年的小朋友 抵抗力低的小朋友 經過這些地方 這是我們 ETV對大家 社會服務的一個方法 希望大家多多珍惜 這裏是九龍公園 有名池池底的水 我稍微把它放大 給大家參考 你可以看到 偶爾有些角色各樣的 蟲子經過 一滴水 今年是2015年 11月2日 一滴水 我再把它放大 可以讓大家參考 一滴水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一滴水 是一個安全的 水是極不安全 大家要設計 要小心點 我亦不太主張 主張噴水池 抵折近小朋友 或者甚至大人 經過的地方 遠一點無所謂 清水無所謂 但沒有污池 用來噴水 就有些哪個哪個 我希望政府能夠關心這一點 我可以說 在微小的世界 其實是充滿了很多奇異的事情 每個小的世界 都不太有 都不太有